能让女人舒服的四个小动作,女人一般都憋不住 细节打败爱情,不能光是嘴上说说 更多的是要付诸行动,光说不行动的爱,维持不了多久的 而且恋爱中的女人都属于慢热型动物,经常口是心非 你若是伺候不好,有你的好果子吃 有情商的男人动抖的如何讨女人欢心 一般来说,这四个动作能让女人很舒服 女人一般都憋不住,你做过几个 一,舍得为他花钱 都说舍得为你花钱的人不一定爱你 但不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 虽说这句话概括的不全面,但是却很有道理 如果他挣钱不舍得为你花,难道还要留着给别的女人花吗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满足你想要的东西 满足你内心的小虚荣 你送他一件很贵重的礼物 他嘴上说着心疼钱,其实内心别提多幸福了 能被男人这样宠着,应该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吧 二,对他说情话 只要情话说得好,妹子牵手走到老 情话作为情侣之间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对增进情侣关系很有帮助 再加上女人都有感性的动物,天生喜欢浪漫 如果在睡觉前你能抱着他,对他说几句情话 那么他就会甜蜜地入睡 那画面一定很温馨 三,过马路时牵着他的手 很多女人都缺乏安全感 你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都能让他安心 特别是过马路的时候牵手 很多夫妻都觉得老夫老妻了 这些意外的动作就不要做了 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因为女人无论到什么时候 内心都是需要安全感的 过马路的时候 你若是能下意识地牵起他的手 会让他心里很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重新找回当初恋爱的感觉 四,给他意外的惊喜 女人天性喜欢浪漫 有的男人很木讷 过节只会带女人去吃饭或者看电影 年年如此 殊不知 女人心里是期待她能送一些别的礼物的 比如情人节 生日 纪念日 或者在平时的某一天 你悄悄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她 她就会很幸福 这样的小惊喜也不会耗费多少钱 却能给平淡的婚姻生活增添了不少光彩 让女人舒服的方式有很多种 以上四种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动作 彩米油盐的生活 确实需要一些新鲜感来点缀 快去学会这四个小动作 从内到外 从精神到身体 让你的女人舒服吧 她若是舒服了 会让你更舒服的